歡迎各位收看古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 在我身邊有施永青先生 及施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梁威爺,今個星期 政治經濟方面的新聞 我想最矚目都是 主席南下慶祝深圳特區40周年 香港很多人的焦點是 究竟深圳會否取代了香港 施生你認為 其實深圳的GDP已經超越了香港 未來有沒有機會 即香港是會反超前 而深圳的定位 其實對香港有甚麼特別影響 我自己認為 香港再超前回深圳的機會 是很微微的 從人口的質素 包括知識水平 向上奮鬥的意志力 我認為深圳是匯聚全國人才 深圳的門戶開放程度 比香港更大 全國各地的人都可以來的 即是不會說 你有沒有住了七年 或者要申請 最多多少行額 150個 多一點都不行 就不是 人類來的 因為過去那段時間 深圳的經濟增長快 深圳的經濟增長快 來到深圳的人發展 為多 中國很多大公司 都在深圳 起步 華為 萬科 順豐、順豐、騰訊、大疆 有科技公司 有醫療公司 有地產公司 有電腦公司 很多都是 所以它是全中國的人 覺得自己有本事 都想去深圳闖一闖 它便聚到人才 香港現在 沒有那個氣魄 經常不讓別人來 不讓別人做 要保護 怕沒有東西保護 自己原有的保護 我之前在樹上說過 試過去騰訊 我在電梯大堂 等電人上去 我見到那些來上班的 深圳的騰訊 年輕人的兩眼花光 我以為紅谷漿智 他自己覺得可以有所作為 這種心態 香港不是一下子會 研典出來 香港現在 有些人說 社會放棄它 很多人是放棄社會 很多人說 移民就放棄社會 所以 人家是匯聚人才 有一個競爭奮鬥的環境 你說 新振會不會取代香港 有些東西取代不了 香港本來有些 基本性的優勢 例如香港有外匯流通 有普通法 有相對好的產權保障 有對外聯繫的網絡 有專業的操守 這些新振不會一下子有 所以香港本來 做金融中心 是新振做不到的 不過現在 我以前有些年輕人 經常想做Ibank 賺錢 我現在看到有些年輕人 認為做Ibank 是墮落的 有些人說 不如復耕,去耕田 例如香港鼓吹本土主義 香港明明對外形經濟要靠國際聯繫 本土主義有市場 跟實際上 自己的優勢 沒有用 所以我自己看不到 香港的進步速度會快過深圳 但香港有些剩下的東西 仍然取代不了 所以看看香港會否利用 當然現在香港本來 適宜做金融 香港在中美磨擦 角力下 美國就不想香港 可以對中國的發展 產生太多的悲憶 所以有些地方已經在限制香港 我擔心香港 有些作用 本來有的 在限制下 角色就沒有以前 可以扮演那麼多 所以香港的情況仍然是 相當複雜 深圳 剛才施先生提到很多企業 其中一間近年 都不可能冒起得很快 但非常多人關注 過去十年 就是騰訊 我知道 C基金持有騰訊 你怎樣看這個巨毛霸 近幾年 光芒似乎被阿里巴巴或美團 搶去了 其實它的投資價值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 這是輪流 每段時間 這些所謂的大企業都被人淘汰 尤其是近年 大陸就有抖音 抖音出現了 大家覺得好像 有點威脅到微信的地位 不過其實大家看到 其實它 無論它自己現有的本業 無論是遊戲 無論是社交的微信等等 其實它的影響力 都是很大的 我覺得 它本身的地位 也不是那麼容易動搖 尤其是我們看到 在國內始終那個市場結構 就有點不同 始終他們大的幾間 這些科技龍頭企業 其實它不單止是本業 很多不同的 新興的 機會的行業 其實它都有所謂插旗的概念 譬如騰訊 都有投入了不少其他上市公司 未上市的企業都有 你見到它對整個生態環境 和影響力 其實我覺得 是不容易被取代 當然 這個行業 或者我們整個中國市場 因為都是在高速發展的階段 當然變化會大 但我覺得 不應該突然間 覺得太淡 這些所謂的大決無霸 會突然間 那個地位 或者那個影響力 會太容易被改變 當然 政治可能有一個影響力 但整體來說 即使現在 有些所謂中美的 關係上 他們改變 希望可能有機會制裁 我們中國的企業 除了好像華為那一類 可能比較容易 因為可以在產業鏈上高 有些比較明顯的影響 但 騰訊本身自己 我覺得 未來的發展 不會太容易受到其他方面的影響 反而可能出錯的 可能是自己 但 我自己認為 其實他們 騰訊上高 應該值得很多企業去參考 所以暫時來說 騰訊仍然是C基金的 一個基本的持股 明白 我自己認為 騰訊的前景 未必差過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主要做電商 當然現在又有雲、服務 都算做得不錯 但電商 其實現在都遇到競爭 拼多多、京東 電商的模式 已經相對 我認為都去到一個局限 就是一個平台 讓你做價格競爭 讓消費者可以有好的選擇 加上一個支付辦法 當然 下面亦有螞蟻金貨 有其他分別 但騰訊 當然現在亦有抖音 但它是透過微信 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人與人之間的訊息交流 內容的廣泛性和複雜性 比阿里巴巴的商品質素高 純粹是一些商品質素 牽涉到生活的很多部份 這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在信息共享的情況下 將來很多人都在想 可以形成一些銷售的影響 我們做地產 都嘗試透過擴闊的圈 將來不同關心某些東西的人 會形成一個圈一個圈 將來做廣告宣傳 做推廣 產生的影響 其實很多都未發掘 現在看Facebook YouTube 都是因為有不同的關心面 不同的交流 這些是人際之間的有機交流 實際上影響可以很大 等於阿拉帕之春 也是可以影響整個社會 某些訊息在那裏傳出去 可能產生一個很大的 有震盪性的社會影響 除了政治上的影響 將來是否可以演變成商業上的影響 商業上的推廣宣傳 那方面,現在未完全發掘出來 另外,訊息流通的過程中 其實會有很多數據,有很多資料 看電商的訊息流通的資料 是簡單,以及落落去去的 所以,微信的訊息流 我認為會比傳統電商的訊息流更大 所以,微信的訊息流通的未發展 現在,騰訊是做遊戲的 其實是業務的一個小部分 如果我沒有做財務分析 看得很小 騰訊的資源,放在公司上 放在電腦遊戲的比例 其實,佔公司的比重 沒有其他地方那麼多 不過,那邊已經有產出 另一邊是投資大 未到成熟期 所以,我認為,騰訊的發展未必比阿里巴巴 先生,你認為騰訊是社交媒體的領先地位 令到它的潛能 有機會未來,都會不斷發展出來 你怎樣看,師先生這個分析? 會否都是你購買騰訊的其中原因? 我覺得,騰訊、阿里巴巴相對美國科技公司 有更重要的優勢 騰訊大約等於美國Facebook 加半間Google等等 你即是市值? 不單是市值,而是業務的涵蓋面 因為我們接觸到人,在上面流通的訊息 是多於Facebook 中國14億人 中國人在互聯網的活逸道 都不比世界其他地方差 所以,我覺得他們暫時著眼點 當然,我們從股票看財務數字 已經賺錢的生意 我覺得那些當然是最容易大家感覺到 但他們背後很多工夫 其實在很多投資就未出現 剛才說,師先生 遊戲可能佔騰訊一半的生意 廣告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 以往大家已經認知或熟悉的業務 但很多新的,現在都慢慢開始發揮力 美國近年很多科技公司的生意 都跟我們傳統形式很不同 我覺得中國科技企業的賺錢能力 都會有一定的參考 我相信 無論是騰訊也好 阿里巴巴 我覺得未來這段時間內 他們會有更多不同的生意 掌握的數據、資訊是多很多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市場 Facebook 可能全世界都得到不同的數據 但是,數據局限於某些國家的國界 才可以一起使用 中國的數據,可能很大片可以一起使用 數據是多到一個Critical Mask 才會產生效果 所以,由於數據多 你用在AI的研究 亦都容易出現 在社會上,生活各樣都關心 前面,科技股的想像空間或發展空間 很大 除了科技股比好 深圳有甚麼深圳概念股 你會有跟蹤,或者覺得值得看一看? 如果關於深圳相關,其實也有很多機會 其中一個,大家可能有聽過 順豐 順豐是一間深圳上市的企業 市值3,000億以上 當然,他的老闆本身都是一個香港人 王偉先生 但你見,早兩天,同習主席拍照 他都有份 所以,證明他的影響力 或者受受中央的重視 他原本不是香港人 他應該都是內地來香港 很小時候就來香港 我相信現在,他在內地的時間 一定多於香港 生意就在內地,生活在香港 當你生意在內地的時候 他人都會在內地 你見到像順豐 他在某程度,跟中國整個經濟發展 其實他都是 叫做一個很明顯的受惠 近年我們 無論因為國內 因為我們地大人脈搏 人的消費力可以高 其實對很多 物流的需求就大了很多 除了傳統的電商以外 近年很多新的需求 甚至乎醫療上高 我們現在要用疫苗 都要一些很高質素的 物流服務 你見到其實這些企業 當然他們當初純粹因為深圳 其實這個故事 都有點像剛才我們說的 物流有相似 就是香港 我們當然是比較早 經濟崛起 其實深圳 之後 過去二、三十年 就發展得很快 其實有大陸來的香港人 回到國內 在深圳作為一個據點 再發展到今天 順風已經是所謂的 國內內 很明顯大家供應做物流 無論是質素或市場份 都已經做到最大 香港其實還有一定的優勢 我在香港有公司 在內地有公司 香港和內地有什麼分別 例如你開公司,香港是開快一點的 你在香港交稅 是相對簡單的 你在香港自己填稅表 很多問題都自己解決都可以 但是 大陸的稅又複雜很多 又要這樣算 多多少少 又要想辦法 怎樣可以交少一點 你做生意 花生思怎樣提高你的服務水平 爭取多些客戶 或者你把你的產品提供 你花生思去跟政府打交道 怎樣交少些稅 去申請一些東西 其實是 複雜過香港的 現在新鎮比以前好 我有一些工作 叫同事 叫妹妹仔 想去做 我初時都擔心她能不能做電 但是她去到 都發覺都OK 以前去政府部門 去這個窗口 被人彈去那個窗口 去到第二個窗口 又叫她去另一個 現在她去到都很清楚 申請什麼去哪裏 問什麼去哪裏 指示清楚 服務都比以前好很多 但是 比起香港 我仍然覺得香港 定遠有距離 假扮一件事 可以相對 香港是短時間 假扮到各種比較清晰 可能我自己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在香港 好像安全緊強一點 因為我都試過 聽過有個朋友說 過關的時候得罪了一個官員 每次經過她都 為難她 可能制度上仍然跟香港有差距 師生 我想問 我們還未說一個很重要的地產板塊 剛才你提到深圳是來者不拒 只要人才 都可以進入市場 進入這個地方 其實人越來越多 通常樓越來越貴 過去這麼多年 或近十年 深圳樓真的貴了很多 如果真的有人想去深圳做事 你建不建議他這個時候還買深圳樓 我一向就認為一個人對那個地方熟悉多了之後 才去投資會好一點 過去差不多二十年來 我都一直唱好深圳 我認為買深圳樓升值的機會大 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 吸引到人 便有需求 經濟增長 人的收入增加 便有負擔能力 所以深圳樓價上升 是基於經濟和人口的增長 所以很穩陣 但是純粹是買樓 產權的保障 交易的順暢 香港比它更好 交易時的安全感 例如在律師樓做 律師樓會擔保熱權 銀行又放心給律師樓幫他做按揭 律師樓很肯定 將來會收齊錢 給業主 會將契約交給銀行 或者交給新買家 內地成交的時候複雜很多 所以哪裏會升得快? 我相信未來十年 深圳樓價會升得快 這是以經濟基礎來說 但是如果香港 開放一點 或者中國政府容許內地的錢 來香港 我認為香港的 扣錢 或者匯聚資金的能力 可能還是高於深圳 問題是肯不肯放 香港樓價會再貴 但是香港 由於它的角色 受到限制 它的功能 無法全部發揮 香港樓的使用價值 是會蒸發的 但由於匯聚資金能力強 投資的吸引力大 所以它的價格 可能仍然會上升 要看政府的政策 我一直主張什麼呢 有新港通、護港通 被人下來買股票 樓市通 最好有樓價通 內地人來香港買樓 民生有關的 你反對 但是工商鋪 現在工商鋪的價格 跌得很少 豪宅 五千萬以上的 普通人沒什麼影響 很少數香港人買五千萬以上的樓 那些是 給他大陸資金下來買 不過如果你是大陸資金下來 現在政府不給 你不就跟大陸政府說 你不用怕 你如果是大陸資金來買樓 香港律師樓 去田圖廳註冊 抹下 這些錢就大陸下來 中央結算 賣樓的時候 那些錢就不給他了 沿路回去 中央不用怕資金外流 投資者亦都可以來香港 享受香港樓價上升的得益 如果這些一放 深圳的樓價就沒有香港 那麼吃香 因為全中國的水都來了 很厲害 大陸有幾萬億 深圳上海 全國都可以 是 不過撇除師先生 你有創意的建議 我估計基本上你都認為深圳的樓價是向好 浩德在這個角度 房地產股有否得考慮呢 深圳的房地產股 但如果說回最實際的投資 膽心當然 深圳今年樓價 一開始升 應該說師先生更加熟 深圳開始限購 深圳的房地產股 深圳的房地產股 深圳有主席的祝福之下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未來經濟發展也好 不過 以往大家想到深圳的概念 就是買深圳的內房 但今次可能大家就有些小心 因為始終大家覺得 內房作為投資 股票都是看政策的 因為你買深圳樓 以及買深圳的開發商 其實是幾不同的概念 我們覺得近期 整個內房品塊 其實我的看法 就偏向有少少談 尤其是 我們在這個節目都說過 三條紅線 其實中央 就是幾緊張內房資金的情況 我們之前引迫恆大 雖然好像暫時跌落 但我覺得整個內房 情況其實 變數比較多 我自己就傾向保守一點 所以市房即使是向好 或者深圳向好 大家也要了解多些基本因素才投資 我們今集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 私基金的資料 不妨他們的網站或者Facebook瀏覽 下集再見